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布鲁克菲尔德在失误后 希望以150亿美元出售房地产投资 2023年股市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今年已经减少了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的救助行动 旨在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英国移民打击将使较贫困的英国人 与美国配偶分离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中国股市上涨 英国家基金表示将购买股票 请大家收看 布鲁克菲尔德在失误后 希望以150亿美元出售房地产投资 彭博社 布鲁克菲尔德公司已经在德国 比利时和爱尔兰的办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ghts上投资了72亿美元 尽管办公楼价值下跌和利率上升 据消息人士称 这些投资在公司内部和主要投资者之间 引发了争议 由于办公楼价值下跌 该公司现已违约了超过30亿美元的美国商业抵押贷款 该公司计划通过出售房产 将其房地产持有量从240亿美元削减到2028年的150亿美元 2023年股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今年已经减少了 雅虎 黑石集团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李克 李德尔表示他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因为固定收益市场的最糟糕的波动可能已经过去 华尔街策略师认为 尽管债券收益率上升 但标普500指数可能正在逆转这种市场动态 随着人们对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加息的担忧减弱 收益率很可能反映投资者对强劲经济的情绪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的救助行动旨在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南华早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阻止目前在中国股市中正在发生的暴跌 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券商从机构投资者那里进入股票进行卖空 并鼓励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并购以提高市值 目标是扭转中国内地股票的下滑趋势 今年以来这些股票一直是全球表现最差的 英国移民打击将使较贫困的英国人与美国配偶分离 彭博社将于4月生效的英国移民规定的变化 引起了寻求将外国配偶带到该国的美国人的担忧 这一规定将使英国公民的年收入门槛翻倍 达到38700英镑49000美元 超过英国的平均工资 这一变化将影响去年获得配偶签证的第三大国际群体 仅次于巴基斯坦和印度 批评人士认为 这一规定的变化是歧视性的 因为它对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色人种 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中国股市上涨 英国家基金表示将购买股票 美联社 中国股市在一家政府投资基金表示将增加股票购买 并有报道称 习近平领导人将与官员会面讨论市场后大幅上涨 上证宗旨上涨3.2% 而CSI1000指数基金常用于追踪所谓的雪球衍生品 这些投资产品可以获得巨大收益 但也可能导致夸大的损失上涨7% 政府为振兴低迷市场而采取的最新行动 是中国中央汇金投资的承诺 该主权基金拥有中国国有银行和其他大型政府控制企业的股份 承诺扩大其购买股票指数基金的规模 大型石油公司拥抱玉米 前敌人联合对抗电动汽车威胁 彭博社 大型石油公司正与大型农业公司联手推动扩大基于玉米的生物燃料以纯的使用 因为传统对手越来越发现共同点 电动汽车的增长威胁到汽油需求 美国石油协会正在与美国国家玉米种植者协会和其他组织合作 支持一项跨党派的措施 允许在美国全境销售全年115 Spotify的用户增长超出预期 股价上涨 彭博社 Spotify在订阅增长方面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 付费订阅用户增至2.36亿 这家音乐流媒体公司还报告称 月活跃用户增长了23% 达到6.02亿 Spotify一直致力于削减成本 提到效率和盈利能力 它还调整了播客策略 并开始为一些国家的用户提供每月15小时的有声书收听 Spotify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将拥有6.18亿活跃用户和2.39亿付费订阅用户 销售额为36亿欧元43亿美元 另营收入为1.8亿欧元 中国正在向股市注入资金 市场对此非常喜欢 CNN 周二 中国股市出现了显著的反弹 上证宗指上涨3.2% 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深圳城指上涨6.2% 创下2015年9月以来的最佳单日涨幅 创业版指数则创下了7年来的最佳表现 上涨6.7% 香港恒生指数也大涨4% 创下6个月来的最大涨幅 此次反弹是在中国当局加大努力挽救陷入困境的股市之后出现的 今年迄今为止 中国股市一直是全球表现最差的 中国证监会还发表声明称坚决支持中央汇金投资 增加其在股市的持股规模的计划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收紧上市规则 加强对问题股票的标记标准 日经亚洲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了一系列新措施 用于标记泰国证券交易所SET上的财务困境公司 并将于2017年1月生效的新上市规则 这些措施是在去年一系列企业丑闻导致SET指数 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市场之后 对泰国上市公司标准的批评之下出台的 SEC还表示 将于3月或4月公布新措施 以解决高频交易的问题 丰田将向台积电投资日本第二家雄本芯片工厂 日经亚洲 丰田汽车将投资台积电TSMC的日本子公司 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 以支持在日本雄本县建设第二家芯片工厂 包括索尼和电庄在内的现有投资者 也将进行额外投资 台积电将保留该子公司86.5%的股份 索尼、电庄和丰田将分别持有6.0%、5.5%和2.0%的股份 这项投资是日本振兴芯片产业的努力的一部分 台积电的雄本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工厂预计将生产6nm芯片 丰田的目标是确保为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提供稳定的先进芯片 加密货币逃犯Dukon的同伙被引渡到韩国 日经亚洲 Telephone Labs的首席财务官Han Chang Jun已被引渡到韩国 因为当局继续追捕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Dukon 与Luna和TeleUSD稳定币的崩溃有关 韩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将因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指控接受调查 引渡是在Han和Kwan在黑山用假护照被捕近一年后进行的 留在黑山的Kwan正在受到韩国和美国当局的追捕 韩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困境中拨备4.6亿美元 彭博社 韩国金融公司包括有利金融集团和美利资产证券 已经拨备了超过4.6亿美元以应对与房地产相关的潜在损失 因为房产估值继续下跌 此举是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席敦促金融公司认识到他们的损失 特别是与项目融资贷款有关的损失 这可能对韩国经济构成风险之后采取的 监管机构还对海外房地产损失表示担忧 因为证券公司在疫情爆发前对办公楼物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全球基金和华尔街在历史性的市场转变中抛弃中国转向印度 南华早报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投资者正将数十亿美元撤出中国并投资印度 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印度一直致力于基础设施项目 以吸引全球资本和供应链远离北京 与此同时 中国面临经济问题和与西方主导秩序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 投资者之所以看好印度 原因有几个 包括其长期增长前景和避免中国的愿望 许多人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和股市价值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如果该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扩张 市场规模将至少同样快速增长 印度一直在加强与美国的商业关系 尽管美国批评了该国的税收政策 预计到2030年 印度股市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股市 然而 印度股票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之一 这引发了一些投资者对市场上已经定价了多少成功的质疑 全球市场 亚洲股市上涨 中国反弹 美元稳定 雅虎 周二 亚洲股市在中国市场反弹后略有上涨 但投资者仍持谨慎态度 因为市场对美联储近期降息的预期减弱 澳元在澳大利亚央行在政策会议结束后保持紧缩倾向 并警告不会立即降息后大幅上涨 与美联储的谨慎立场一致 麦德里全球外汇和利率策略师Terry Whitman表示 我们担心的是 1月份美国就业市场的持续强劲 是否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保持强劲 从而扭转通缩趋势 并将紧缩的货币政策延长更长时间 摩根大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开设500多家新的银行分行 雅虎 摩根大通计划在2027年之前 开设500多家新分行 作为其积极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该银行将在波士顿 夏洛特 明尼阿波利斯和费城等多个地点 开设新分行 截至2023年底 摩根大通在美国拥有4897架分行 是美国分行网络最大的银行 此次扩张是在一些银行 减少分行数量的背景下进行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熟悉的观察员 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从布鲁克菲尔德的房地产投资到中国股市的救助行动 再到全球基金和华尔街转向印度的趋势 首先 我们看到布鲁克菲尔德公司计划以150亿美元出售房地产投资 这是因为办公楼价值下跌和利率上升 导致公司内部和主要投资者之间产生了争议 这一举动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性 以及公司对风险的管理 其次 我们注意到固定收益市场的波动已经减少 这使得股市面临的挑战减少 华尔街策略师认为 标普500指数可能正在逆转市场动态 这是因为人们对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加息的担忧减弱 这一情况对投资者来说是好消息 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可能会稳定下来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股市 这些措施旨在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包括禁止券商从机构投资者那里进入股票进行卖空 并鼓励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并购以提高市值 中国股市的下跌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次救助行动希望能够扭转这一趋势 此外 我们看到英国移民规定的变化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将外国配偶带到英国的美国人 这一规定使英国公民的年收入门槛增加到38700英镑 超过了平均工资 人们担心这一规定的变化 对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色人种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最后 我们注意到全球市场上涨 尤其是中国股市反弹 因为国家基金表示将购买股票 这是中国当局加大努力挽救股市之后的结果 中国股市一直是全球表现最差的 但这次反弹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些希望 总的来说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和经济动态都在发生变化 从布鲁克菲尔德的房地产投资到中国股市的救助行动 再到全球基金和华尔街转向印度 都反映了这种变化 作为观察员 我认为这些变化给投资者带来了机会和挑战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 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